維持臺海和平穩定是兩岸共同的責任 也是所有人共同的期待 我方溝通的大門始終敞開 在理性 平等 以及相互尊重下 我們願意和北京當局展開對話 一起尋求雙方可接受 而且促進區域和平及穩定的可行之道 這些政策實施四年多來 已經吸引超過1300家企業回臺投資 總投資的金額超過新臺幣1.9兆元 我要再次邀請各位臺商朋友 多到各縣市走走 親自看看臺灣各地良好的投資環境 了解各地發展的狀況和可能的商機 新的一年 執政團隊的四個重要的任務就是 第一 照顧人民的生活 第二 維持經濟的動能 第三 守護我們國家的安全 第四 就是善盡區域的責任 我要再一次強調 維持臺海和平穩定 是兩岸共同的責任 也是所有的人我們共同的期待 推動疫後健康有序的交流 也是鞏固兩岸和平穩定發展的重要基礎 我要重申 我方溝通的大門始終是敞開的 在理性 平等以及相互尊重下 我們願意和北京當局展開對話 一起尋求雙方可接受 而且促進區域和平及穩定的可行之道 打造更強韌的臺灣經濟 協助臺商加速全球的佈局 是今年我們政府重要的施政目標 讓我們一起努力 一起讓國家更進步 經濟更繁榮 好